Rika 師兄 遲這份EV 星期二晚 直播時間八點鐘 HOOK BOR SONG 好 那就是HOOK BOR SONG 師兄剛才在做什麼 11月29日 11月最後一天的HOOK BOR SONG 要強調事情 師兄不是耍大派 師兄剛才真的很認真地做什麼 因為現在還沒做完 功課我沒有做給師兄做 所以師兄辛苦了 現在就去到世界盃 快到第三輪的階段 今晚打第三輪 今晚就開始第三輪 A組和B組就來了 分別是11點 香港時間11點和3點 11點就是A組 阿瓜多爾對塞雷加爾 荷蘭對卡塔爾 這組形勢 這組形勢 荷蘭就暫時有4分 拿著兩個得失球 跟這個阿瓜多爾 都是四分 都是兩個正數的得失球 排第一二位 然後第三位 塞雷加爾有3分 第四位的卡塔爾就捧蛋 出了局 但是沒有三零度 始終拿到一個入球 留意一下 如果是同分 先算得失球 再算得球 然後再算對賽 對賽 對賽 然後好像去到 都相同 就算了 最後一個 去到 很後的了 去到第四 得球 然後失球 這樣算下去了 去到第四部分 應該都 機會很微 機會很微 很微的了 剛剛打了 這一組 打了兩場 全都打了兩場 今晚開始第三場 卡塔爾出局 就不提他 其餘的三隊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首先就是荷蘭 表現很平淡 我用平淡 我已經說了給你聽 荷蘭用什麼看的 平淡還是平庸 我用平淡 功力是很平庸的 我覺得是平淡 但是始終那句分組賽 不代表什麼 但是那個 為什麼呢 雲高爾的排陣 好像還在試 那樣 就是他不會放最上級的那一期 就先放進去 你猜一下 美娜斯沒理由第二場才正選 因為第一場應該要正選 我想雲高爾 都逐步逐步來的 都不心急 但他就缺乏一個 數碌的人物 你記得那一隊球 他Dplay ok的 Dplay 他都是出了一場半 敵批大傷 當敵批不行的時候 另外那兩個就差一點 還有甲普兩場球都有球進的 甲普是叫做新球員他們都得不住 但你都不可以常常教他 其實看回他那場對河南 即是阿瓜對河南那場 其實你看回那些攻勢的阿瓜多遠很多 其實荷蘭那場球只有兩腳射門 攻勢很難組織上去 中間斷籃 只靠邊路在前面保持球 然後嘗試延遲時間讓中間的人進去 但中間又沒什麼人 蓋進去蓋得慢 所以經常搞到像阿慈山所說 其實荷蘭的板斧的感覺比人沒什麼 但是防守還不錯 防守是正路的 你看到上來對阿瓜多遠那場 你都可以做一些記憶 其實那場比阿瓜多遠的攻勢很多 但其實對賽兩場都是 有些滑場面都是有少許牙煙的 牙煙但是 就頂得住 頂得住 你那場球其實說真的 射門很多阿瓜多遠 射了15腳門 但是中籃其實只有5次 當然當中有一個球一個中柱 還有當中其實也有7個Block Shock 荷蘭都 所以其實防守來說暫時是OK的 勉強可以 對著阿瓜多遠就夠做 在這組裡面還沒受到太大的威脅 還有現在他拿著4分 基本上都來那場對賽內加爾 對卡塔爾 主辦角 老實說 你打和也做不到就 就真的沒辦法 要贏的啦 什麼打和啊 不是 很難說的 卡塔爾那些 譬如最後一場 你都 好好看塔爾 你贏了那條線很手很多 我覺得沒什麼分別而已 上下線來說沒什麼分別而已 他第一隊也沒什麼所謂 說真的 你真的對著對手也差不多 所以我又覺得今年的走線 當然現在 不過就混亂了 其實只有幾隊已經出了線 只有三隊出了線 其他全部都要爭的 其實現在基本上肯定出局只有兩隊 一隊卡塔爾一隊加拿大 其他全部都有機會出線 只有一分都有機會出線 雖然那些拿一分的 那些一定要大數 但是其實現在這麼多隊 只剩下兩隊出局 所以都 混亂了 你說走線是難的 說真的 我也是那句 你這些世界杯賽事 分組賽其實很老實 我就不太關注他的表現 我會提供他 例如去到十六強的時候 那些打真球的時候 或者這一回合 因為大部分都要打真章 所以 有些球隊搶出線要打真章的時候 那個表現是可以提供的 其實最基本最重要分組賽 一定是第二場 為什麼第二場呢 就是因為第二場 如果是打得好的 贏到球 其實基本上 出線來說 都開始穩陣了 比如說 有些球隊拿到四分 那些就穩陣了 但譬如說到第二場 贏到好像日本那些 那些就稍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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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隊球 一隊阿根尼 一隊荷蘭 打好的防守 然後呢 就再調教進攻 荷蘭 荷蘭的進攻 真的沒什麼板斧 其實很難想像 荷蘭是做好的防守 才再搞進攻 但是 老實說 這隊淘汰賽賽賽 其實做好的防守 是很重要的 以他這一手人 守強於共 是真的 是的 你看他這一手人 迪列治雲迪克 就是百年特 下那類 這類球員 你數上那個 中後場的實力 強過 他可以幫你數虎的人 還有你始終他前線 其實還有一些東西 還沒用的 譬如這批那些 都還沒暗方 還沒暗方 你剛剛相余 剛剛相余 基本上是 對 所以就一組 荷蘭應該對卡達爾 都搞不定 都看死了 說真的 錯內加爾和阿瓜多爾的比較 差不多 其實 錯內加爾的平均實力 應該好少少 但是阿瓜多爾都算是 都算是這樣的 都算是打得不錯 不錯啊 我覺得他阿瓜多爾 即是你現在去華倫西亞 即是現在叫射手 在神射手榜 雖然我覺得 就拿這個所謂金香 就有點困難 因為不會去得很遠 我始終覺得阿瓜多爾 都是很一般 很直接 很一般 在南美球來說 很不南美的球隊 比較粗 對 比較粗 比較粗 阿斯道比倫 那些 華倫西亞打得不錯 錯內加爾 第一場 對荷蘭 很香 然後對卡塔爾 不贏 就很會死 一場 接下來 對阿瓜多爾 當然 哪一隊贏 哪一隊出線 這個分析都很簡單 我覺得這場球都很接近的 這場球 塞洛加爾 和阿瓜多爾 所以這一組 荷蘭應該對卡塔爾 和應該做到吧 你做不到 你都很會睡 至於就 應該要贏 贏就應該贏 但不要多 不要多 我會覺得這場 荷蘭 卡塔爾可能小 可能小 我認同 那你怎樣都 給一下主辦角 我覺得主辦角 可能甚至 我剛才想說 他已經爭取到 第一個 入口 他可能想爭取 一個和局 是 但是其實 你說卡塔爾 說他第一場看得差 其實第二場 都不是太頑皮 打得挺好的 其實第二場 他變回他之前 在亞洲盃 大家看到那個水平 他不是 魚腩 不是第一場那麼魚腩 放開了一個懷抱 是啊 你看射門數字 其實不是差很遠 SG甚至比賽律界遠 所以你說卡塔爾 始終拿到一個經驗 繼續放開來打 那就 拿一個經驗 拿一個經驗 很重要的 好 A組就差不多了 可以去B組 B組 B組呢 到今晚三點的 場次 那就波蘭對 波蘭 不是 波蘭 英格蘭 英格蘭對 威爾斯 英倫四島的內戰 然後伊朗對美國 這個就是國際關係的大戰 美伊大戰 美伊大戰 有一個花生 美國某個傳媒 把伊朗 在介紹 不知是積分榜 國際 把伊朗的國際 中間 那裏 就 抹掉了 這個當然是很有問題 搞笑 這個 不知是 有心無意 不過無所謂 都不是什麼外交風波 兩個國家 一向都在教 不是外交風波 這個是外交風波 主席 規程問題 多謝阿隆 多謝阿隆 阿隆 阿根靜放心 阿根靜放心 好 伊朗對美國 美國其實我早前之前都說 他打得不錯 我一開分組賽 我都說 他不是大家想像之中那麼如臨 不是只能打美式足球的 現在 是 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已經幾年前都說 我想大家其實 你見到他的球員外流 去歐洲踢球的人 其實是多的 也都見到他的質素 其實是 追得上這個 這個 最世界頂級的水平 他不是打高Q大棍的 他有少少組織 有少少邊路爆破 他其實 他跟另一組的加拿大其實都類似 其實都不差 好很多 當然美國的 那個 個別球員的水平 是再高一點 阿當斯已經好很多 其實他很長 但美國始終他世界盃的經驗比較豐富 那你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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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加拿大始終都是 沒有什麼世界盃的經驗 第一次而已 不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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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十年是第一次 就是百多年試過一次的 加拿大就 但是美國的入球就 有點噴難了 弱一點 你預計以外 其實就算他做到那個的攻勢 但是就 沒有埋門 入獄情況 就是 你看兩場球H2 都是不到1的 不到1的 是啊 所以這對美國 這方面就有少少可惜 只能夠說 兩場球一場對威爾斯 是1比1 另外對英國是0比0 英格蘭那一場正路 那一場很正路 是 那英格蘭也有烏羞羞的 踢完滿場之後 都知道你爭不進去 都不去 但是接下來這場 伊朗就要贏球了 要贏了 要贏球 贏球才可以晉級到 是啊 要贏球 和球就會輸給伊朗 沒有了 和球就沒有了 就伊朗出線了 是的 至於英格蘭對威爾斯 威爾斯 如果要出線是 是有機會的 要贏 要贏很多 非常困難 要贏很多 要去到德塞球 因為現在他們兩者 英格蘭和威爾斯 德塞球是相差6 所以要追上來 就是3 但是你也要看伊朗那邊的情況 你和德塞球就要計得球 伊朗應該會 應該是英格蘭的 英格蘭得到6個入球 至少 所以 當然 就是 威爾斯 看看打得如何 但是 正路 英格蘭對威爾斯 不會有3球的相差 是啊 你說會不會走線 我還是再次強調 現在 沒什麼意義啊 我覺得你 不是你投了幾組 你不能走線 但是一這麼早 第二 其實始終 你兩邊都要對著強隊 所以你說 你至少 你到4強 你這邊的線 怎麼都是 4強 左右 4強8強 你怎麼都會遇到一隊 其實你每組 基本上都要有一支強隊 其實你現在其實每組那支強隊 大部分 當然除了 我覺得非常危險 比利時 那些之外 其實基本上 很多都有機會 就算你說 所謂死亡之組 有西巴牙 有德國 我當德國可能拿第二名 那麼你第一第二 都要 都有機會 反正 所以就頂回比利時的組 他們西巴德國一出線 就對回比利時的組 那你兩個去哪一邊 都不會他們兩個出 但是也是那句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比利時是非常之領先 說真的 如果強隊最弱是比利時 我甚至覺得比利時是會 出不了線 出局 我覺得他有機會出局 甚至會出局 B組 B組 所以美國對伊朗很近 伊朗上一場對威爾斯 其實臨美才知道 臨美保市 才入兩顆 才贏了威爾斯 其實 但是伊朗 還要少踢龍門 無端端衝出來 突然躺著人 伊朗其實 伊朗我覺得 兩隊的功力都非常麻麻 如果你的突破和防守 中場很硬 好像美國很少 伊朗那場對威爾斯 打得不錯 伊朗的控制戰局是厲害的 但始終他組織入球的攻勢 還比美國更差 這樣說 那場對威爾斯 其實臨美入了兩球球 總體前鋒的Taramie 打得不錯 泰里美打得不錯 是 是 那場球有八角key pass 一個中鋒有八角key pass 很少有的 其實 所以我覺得 這場球伊朗對著美國 有得打一下 有得打一下 有得打 真的不是那些 好像以前相差那麼遠的 那些 沒有強勁 因為剛才說 美國現在打技術流 但其實伊朗 無論是氣候 或是最近的體力 呈現表現上來 其實又有些克制著美國 其實我覺得 這場球很近 其實我覺得那場對英格蘭輸到二比樂 有大約十至十五分鐘 那段期間 輸了兩三球 才弄成這樣 整個士氣崩潰了 那場球 你看到伊朗 對英格蘭那場 是去到上半場尾段 才射到第一球球 射到第一腳門 那場球伊朗 我當作是失準 我當作是失準 很多第一場都不是 你卡塔比第一場都看得不好 第二場其實 其實是看得不錯的 伊朗也是 那場球不是真正實力的顯現 你不要當那場球 二比六 那場球伊朗 是正常發揮 正常發揮對威爾斯那場球 就叫做好一點 按住來打 叫做臨尾 終於發揮到兩球球 所以美國和伊朗就有機會 反而威爾斯就 很窄 這場球算了 是差不多的 完全沒有感覺 上一代 最黃金最黃金的一代 完全頂到這季已經強腦之末了 所以威爾斯真的差不多了 這場 那場 那場 還要停賽 這樣就沒有了 那你 那這個華特 都可以的 Danny Watt 其實上場換了出來 都可以的 最近 不是像季初那樣 做黃大仙的 哈哈哈哈 華特 但都是那句 對著英格蘭 現在那一堆熟路 我覺得 都是難逃一劫的 對著英格蘭 對著英格蘭 就算輸都不會相差到 這麼大 相差 會輸到三球 不會輸到 前後一兩球 英格蘭 不會收 漢海人補充 氣候應該沒有什麼影響 是啊 夜球現在12度左右 其實都應該一定適應到 因為沙漠地方 氣候晚上是涼的 而且它不濕 它不濕 對於一些西方國家 是可以的 所以甚至 我聽了一些報道 西班牙去到當地 甚至說感冒 天天冷到 是啊 你冷氣吹傷了 什麼 Ben Rice說是感冒 太冷氣 太冷氣 是啊 是啊 歐洲人是不習慣有冷氣的 所以氣候這方面 似乎影響不大 歐洲大部分球隊 都表現正常 正常的 那今晚的就說完了 是啊 明晚 那就是C組 可以多說一些 阿根廷是我唯一看完兩場直播的比賽 沒有懸念 進級嗎 是真的沒有懸念 說真的 明晚 C組就踢3點 波蘭對阿根廷 沙地阿拉伯對墨西哥 阿根廷對沙地 其實上個星期的直播 我也說過 其實主要是說 第一是沙地阿拉伯打得很好 是 所謂的緊守 中線和後線的防守 以及升得都 不是鬥得很深的那隻 你留意 他是升得出的 所謂的密封鎖的防守 不是鬥到低封鎖 在禁區那些 打901那些 他不是的 是 其實那一場波沙地阿拉伯打得很好 再加上下半場 頭那十幾分鐘 那兩腳都有一些神來之筆的入球 尤其是那一場波沙地阿拉伯的前鋒馬 叫做艾達沙利 就入了那波 很漂亮 下半場入梯 這個艾達沙利其實兩場波 即是長半 因為第一場波基本上去後備入體 第二場波對著波蘭其實打得不錯 其實那一場是輸給把力 你說對波蘭那一場 是的 當然 那一場波其實 你看到攻勢大約都差不多 甚至沙地甚至是HG是好一點 但是對方始終有第一 那場波對波蘭就保持CGC 對波蘭打得相當好 十幾分鐘 對呀 去到那個所謂的難度分 去到2.79 是暫時我做工作的 撲救的難度最高 整場波 即是力幻狂男指數 去到2.79 是相當相當高 直接去到3 因為一般來說 我見一般龍門 就是我剛剛做的功課 就是去到所謂的力幻狂男指數 通常很少去到1 去到1 1過1都已經相當不錯 CGC的那場波去到2.79 其實證明 起碼射3球你才能入球 其實沙地阿拉伯的攻勢 是很有威脅 是很有威脅的 但是 那場波CGC就上身了 利雲杜夫斯基就有一個12碼 再加一個助攻 所以那場波 波蘭贏2比0 都叫做多謝Keeper 多謝Keeper 不是沙地阿拉伯打得不好 是啊 波蘭是 真是CGC打得太好了 是啊 甚至沙地阿拉伯 不是沒有機會出選的 他現在拿著3分 3分的了 他現在對著 現在對著 墨西哥 墨西哥就得1分 其實你又說 不是編隊可以出到線了 這組人 贏球才行 全都是 所以你說 我不知道 阿漢可能講了一場是 波蘭那場對墨西哥 還是講阿根力對墨西哥 其實那場墨西哥對波蘭 雙方攻勢就不太多了 那場波反而 墨西哥我覺得都OK 波蘭的全球成功率只有七成 其實波蘭總體來說 運作上很一般 運作上很一般 但是阿根廷是否入到這個孫子C呢 阿根廷 阿根廷 我覺得 阿根廷那場 幫墨西哥我也有看的 其實主要就是墨西哥的防守 做得在下半場早段 我看龐術說 那個所謂鬥得厚一致 下半場早段開始鬥得厚一致 他去到所謂十四區 或者是二十多馬的距離 你比他太多空位上腳 第一球球你美斯 你比他那個位 你射球 第一時間的 其實都封得很快 其實美斯射得很快 但是他的確是說他的質素 你不要看美斯 好像這兩場球好像散步 但其實呢 就必須說 其實那場對沙迪阿拉伯 你看看阿根廷的數據 其實都挺帥的 挺帥的 你進不了就沒辦法了 第一 進不了了你自己失敗 你裝月圍裝得這麼漂亮 每次都差一點 就裝到一點點 那就是 我不知道叫他好彩 還是叫做裝得厲害 其實如果不是那四下 那四下 野野裝到應一應 基本上其實 阿根廷上場可以有兩球幾萬 當天我們都在看直播 你都看到又進了 又進了 又進了 又VAR 其實他的升高位 其實是有點危險的 其實 你如果是今次沒有了 所謂月位的半字動物體 月位系統的話 用一般旁證來看 應該不吹的 有些都 有些可能是很敏 很敏 旁證未必吹 如果你用普通滑線 在粗幼上 有些可能是不愈為的 甚至如果你沒有VAR的話 已經可能輸了兩三球 漢凱人說阿根廷中場 非常之不行 但又沒有應對方法 你沒有 盧瑟素是有些影響的 沒有的 你沒辦法 你現在這手人是這樣 迪保羅又差一點 但我還是說一句 漢凱人看阿根廷的球 你要留意 越華麗就越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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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看法就是 這對球最好就是鬥 最重要是做好防守 鬥在後面 讓美斯有空間發揮 他打美洲金杯那年 也不是很出眾 是啊 真的不是很出眾 就算你說南美國家杯也是 南美國家杯也是 鬥 鬥著 然後前面美斯有空間 你把所有人都淹上去 然後給美斯有空間 讓他推倒進 上腳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 走動很多的艾華利斯 或者是馬天尼斯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 兩場都要迪馬利亞出先呢 這個就是經驗 不是 你給我 我真的 拿到馬天尼斯 艾華利斯 你兩邊 美斯在中間拿到球 你看看你派給誰 誰能走空位 你派下去 你洗澡那麼多 他兩個肯走 艾華利斯肯走 道路馬天尼斯 都是那些入攝營 老鼠仔 這兩個OK的 你把迪馬利亞在做什麼 迪馬利亞其實沒什麼作用 迪馬利亞要上腳 那你沒用 上腳 我要上腳 上腳我出迪巴拿不好 迪巴拿拿到球 給倒架自己射到 為什麼不用迪巴拿呢 迪巴拿剛剛雙元 迪巴拿和美斯 整天都說這兩個球員 不可以並存 我不知道有沒有嘗試過 但是 我就覺得阿根廷就 越簡單越好 做好過後防 跟著呢 中場就物質質 然後前面就擺兩個快馬 一個快馬 或者是擺多一個易櫃 那些 阿古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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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阿廢高 那些 有阿古拿就沒有替阿廢高 阿古拿 那些 但是這些 這些上一些 或者你 中場 中場那三個 防守應 鬥後一些 用來補回兩個閘 都是那句 阿根廷那些 踢法越不好看 是越有機會 你那年拿華斯那一屆也是 不是 前鋒拿華斯那一屆 都是說 美斯那一場球打得不行 是不是 你說 對這個 對 什麼 這個 就是說 阿根廷對白西哥上半場 難看到極 是 是很難看的 兩隊球 那兩場 那上半場都是雙方 一般 打多個時間 好似南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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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最主要都是 後防 先收拾好 那些 李申道 馬天尼斯 真的一定要出的 你不能太依靠奧達文迪 說真的 好了 奧達文迪 真的不能出的 即是應該 李申道 馬天尼斯 羅美路 就有一個 為什麼不是羅美路 好似南美波 你問 coach 這些就是 慶幸就是馬天尼斯 打得不錯 對墨西哥 期後出了 安蘇 這個法蘭迪斯 打得不錯 不錯 但那場球 我覺得墨西哥 保守 還是有點失準 那沒有第一場那麼好 他基本上 其實 第二 即是他那個 第二個球 他的移步是慢了 我看直播那一刻 其實那個球 我一看到 其實有一點點 澳洲亞站在大小邊 其實他 我都看得到 哇 這麼刺激的一個位置 其實一扯 剛剛數好 法蘭迪斯 看得到好美 美斯叫波蘭 上來 你們上來 不攻擊他 是啊 正路應該是波蘭 你就上來攻 波蘭多少分 波蘭現在4分 啊 其實說真的 你就撕一點 撕一點 沒問題的 那你最後一場 波蘭對什麼 波蘭對阿根廷 阿根廷 沙底對西哥 阿根廷要攻 波蘭真的可以跟你縮 可以跟你縮 那大家 美斯他需要少少空位 就可以了 美斯需要少少空位 你敢不敢給半個身位 他少閃一條窄路 而且坡蘭現在的後方 也不是想像之中那麼好 是啊 你絶絲來 萬一真是 真的有些 發瘋在你那裡壓招 有一個弱點很明顯 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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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路那隻前中堅 是啊 還有幾分鐘基里克那些 專身慢的 容易搞定的 說真的 波蘭其實之前那兩場 一場對墨西哥0比0 另外那一場就贏了沙底阿拉伯 叫做阿華 那也是那一場 我剛才說了一個聖恩 對沙底阿拉伯 對阿根廷 我覺得是似打和的 5分 5分 4分 沙底阿拉伯和墨西哥0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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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如果贏了 所以 阿根廷也 不過我覺得阿根廷也有機會的 對呀 起碼他 其實就 看過HG的阿根廷可以的 下一組呢 所以這場球 這場就 阿根廷小勝 我當一顆 沙底對墨西哥就 因為墨西哥0比0 六死垂手真的不知道 墨西哥也要贏的 我覺得 沙底可能比墨西哥更好 是的 鬥自己挺好的 墨西哥0比0 他進攻 他就連個整隊 整隊的體系是一隊的 墨西哥0比0 你見他一條心是真的想拼 墨西哥有些 你真的不知道他想怎樣 不過呢 至少有反擊 沙底阿拉伯的進攻 第一場就看不到 第二場都勉強 差一點 差一點 這樣就可能差一點 但是墨西哥也不見得 你給老耳之味 已經跟大家證實了是不行的了 證實了是已經是 已經是受傷了 過了去 受傷之後就已經完全退化了 是 你再後繼的 除了路新爐之外 都沒有誰有什麼 很大水準的發揮 說真的 路新爐也沒有什麼發揮 OK的 算是打得挺好的 說真的 他上場都打得很差 我覺得沙地和墨西哥互拼之下 我覺得都是打和 我覺得這場球真的會打和 打和就是沙地 沙地不是四分 打和不是 打和不是 打和得失球 阿根廷贏了 是啊 因為打一次阿根廷打和 打和仍然是正一 沙地如果打和 得失是負一 阿根廷出選 好 這組是這樣 D組 D組 明天就踢11點 法國對特尼西亞 澳洲對丹麥 嘩 法國對特尼西亞 這場我明天很想看 這組呢 法國出了線 法國出了線 就是麥巴比 不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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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按一陣 攻入了 搞定 基本上都是那四個人 麥巴比 基里士文 飛奧 飛奧 黑藍 黑極 很多 三個人 還有 那段時間 他是打過箭頭後面的位置 他負責做測動 他測動 麥總就前面入球 麥總就引下引下 最多供應是去單比利的邊路位置 拉了邊位之後 中間有邊位賣到就數了 其實他在這組暫時沒有考驗 法蘭西 三隊都是偏弱 老實說 澳洲居然贏得得利西亞三分 而丹麥就暫時拿到一分 丹麥就失望一點 對板 但他的功力也是沒有保證 丹麥對特利西亞都是0比0 丹麥對法國輸就預期了 正路牌丹麥應該要贏澳洲 要贏澳洲的 正路牌 我覺得丹麥應該贏澳洲的 澳洲那場球都是贏特利西亞一顆 還有兩隊那場球對特利西亞水準很低 水準很低 所以 阿波說丹麥出局 丹麥我想不會 應該不會出局 對澳洲應該要贏 其實丹麥的整體水準是好一點的 有很多的 你見其實那一晚 你艾力臣有很多球供應 是把握不到的 澳洲那場都是贏特利西亞的 說真的 你整體水準 丹麥實力是平均一點的 你應該是要說 為何丹麥第一場對特利西亞 是贏不到的 不入局 是贏不到的 這個是 差一點 所以 那一隊很慢 對 但是丹麥就是那句 你就算是出到線 但是你說去不去得遠呢 這對丹麥就不遠的了 出到線都很開心 應該出到的 真心推介 對始祖守命 世界杯真心推介 丹麥就贏球 贏澳洲兩球或者以上 敢問師兄 這個真心推介 跟真心基金會掛勾 掛勾 講得就掛勾 OK 好 謝謝 大家清楚明白了嗎 自己抄下 丹麥兩球以上 對 應該可以做到的 澳洲這句話 其實 不是 水準不是很高的 這對澳洲 真的 真的 法國這些超細胖 好 那伊祖 最後講到法國一些新聞 奔斯馬 好像說歸隊 可能出得 這麼開心 可能出得去到淘汰賽後段 譬如進入了四強 Final 他可能OK 所以 一路一路 迪根斯都沒有 拿走 沒有找到另一個代替 他就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但是也有傳說 賓斯馬 其實法國隊 是很開心的 氣氛是好的 就是有些小道色色 說賓斯馬 和法國其他的球員 有些不適合馬 你知道法國有很多這些東西 很多性格巨星 是 當中賓斯馬和其他的隊友 好像都有些不適合馬 這個要小心 哦 之前他也在王馬 和華尼西斯有幾句 是啊 所以 不要交球給那契弟 那些也有 還有賓斯馬 之前也牽涉過一些人事 所以 這個人 就是不逆犯 不逆犯那些 形象 科就好了 但是 民式新聞真的很煩 那些形象 他媽媽說他英俊過不逆犯 是啊 哈哈哈哈 哪個你媽媽 你說什麼什麼什麼 英俊過不逆犯 你說什麼 你 行了不用了 你不知道就不要知道 我知不逆犯什麼事 但是沒有邏輯 這句話 要解釋的 有歌仔唱的 歌仔有關也要講解釋的 唱歌 夠了 好了去吧 繼續吧 好了 那法蘭西 這組沒有問題 出線應該估計 就是第一名出線 應該第一 他怎麼回到第二 如果你說到丹麥是贏澳洲的話 就沒可能回到第二 所以法國 我假設他第一名出線 他的對手就是 斯祖次名 斯祖次名 我們假設斯祖次名 可能是 阿根廷或者是 波蘭 波蘭 如果法國對阿根廷 阿根廷打龜叔 阿根廷怎麼打龜叔啊 阿根廷也打不到龜叔 對法國怎麼也打不到龜叔 阿根廷 但是我覺得 迪金斯 是 迪金斯 最輕龜叔 對 那大家當我 無十二馬 法蘭西 他有物種 他不會的 基里士文 這麼好的球 如果他不甘心 他不用這麼多人去做進攻 你剛才說 他數四個人 那就是那四個人 搞定你阿根廷 我想這場球 假設法蘭西 真的對阿根廷是好看的 是 這場如果十六強 是這個戲碼 大家不用走 大家一定看的 但是如果阿根廷贏了波蘭 上到第一的話 阿根廷就對 買阿根廷對 G組第二名 丹麥 你說丹麥贏 你真心推介了就是丹麥 丹麥 是 阿根廷也是可能歸縮的 阿根廷 所以這場十六強 這個阿根廷也很老 對兩隊我都覺得很老 即是家事 一點都不奇怪 大家有方向 Karlvan直 當然是直 阿根廷對法國 為什麼不直 法國第一 阿根廷有機會第二 當然是直 司機從來講都是直的 不是 有個微妙的 那就是法國那一組 踢先的那一晚 阿根廷那裡 真的要看著來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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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那你一定要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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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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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雞 我還不敢 坦白說 波波波說法國輸 法國輸就是六分 都是法國的手名 除非澳洲贏 除非澳洲贏的得失球 還要輸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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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法國輸很多 或者澳洲贏很多 他現在差六球 得失球差六球 怎樣追 不是追不到的 只要兩邊相差 相差三就行 事實有些難度 講四組 講到四組 四組休息一下 四組一個回合 下半場再講四組 我們休息一下 先看看 想買加勒吉拉普羅酒 或者其他精選產品 最新的酒單資訊 可以參與我們的Google Tree 在合心水 還可以馬上下單 我們的EE Shop 專屬WhatsApp號碼 亦都同步開張 9166-0926 或者用這個QR Code 買酒茶信 或者想聊天 還可以加入我們EE Wine Club WhatsApp群組 希望可以很快見到你 見面後 你lig椅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